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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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現在看到我身處香港機場 這幾年我送機就送得多了 今天我真的可以出發再去旅行 沒錯是副變了三年 我三年沒有去旅行 今天終於可以再出發去旅行 所以我超興奮 今次這個曼谷之旅其實我很期待 而且都經歷了一波幾折 因為本來我上個星期就可以出發 因為我上個星期就確診了 所以我又延遲了一個星期 正所謂就是蔡庸室買冤枝飛福 就是剛好延遲了這個星期 昨天政府宣布把這個3加4 改為0加3 所以我連隔離酒店都會省 正好 回到來就直接居家隔離3天就搞定 剛剛我跟朋友已經check in 現在距離相機還有些時間 我們可以進去Lounge那裡吃點東西 邊等邊相機 我真的很興奮 現在我要滿場飛 先看看 真的好久沒進來Bloading這裡 很多店鋪都收拾了 不知道為什麼收拾了還是暫停營業 全部店鋪都關起來了 登機之前要做一件 好久沒做 但很重要的事 就是 打卡啦 飛機呀 是飛機呀 好像前世沒見到飛機那樣 不好意思 太久沒坐飛機失禮了 這次我是特泰航的 去程度都蠻酷的 まだ經常要做一件事 更長的地方 我主要去可以進行 我們在這 게小朋友 我們去搶的地方 我去搶的地方 我們都來搶的地方 我們都來搶大學 我去搶的地方 我們就來搶了 我是否可以搶的地方 一直在我去 我可以搶的地方 就算一去好了 我可以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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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我們就到了泰國這邊的機場了 真的睡覺就到了 整件事很夢幻,我再次打足到曼谷這一片 現在我不是進去拿一頓地 稍後我們就換泰豬了 本身我很安分在這裡等行李 突然間有一個陌生人來騙我 究竟什麼事呢?不要捉走我 我想說,我竟然有寬上我同一班機 我可能有寬上它,我們的有緣,什麼事呢? 我們要進去地下的這個叫Super Ridge 橙色兌換店換錢,我們一間就比較划算的 我想說現在真的去泰國好時機了 我們那天的會率是4.7元 即100元港幣可以換到470元 我記得三年前來的時候,換泰豬都仍然是4元 現在真的划算了很多 所以我這次TRIP所花的錢 全部都以4.7元的會率去計算 跟著我們就叫他回酒店了 嘩,這麼多年沒有回曼谷了 我發現有一件事它是沒有變過的 就是它塞車的問題 我們就預約了這一間,就是CM Campaski Hotel 真的挺漂亮的,它的Lobby的樓底很高 現在我朋友就去Check-in,我們準備了,就上房了 Sawaddy Club,Sawaddy Club 我們來住幾天了 我覺得我要拍一個Room 2 整天看到人拍Room 2,這次終於輪到我了 首先請大家稍為浴步來到浴室和廁所 這就是它洗手盤和梳妝的位置 也挺有光亮的 右邊就是浴缸 浴缸旁邊就是淋浴的地方 任君選擇 你喜歡淋浴就可以,浸浴也可以 另一邊就是廁所 廁所是獨立有門的 的士一個人在雨刺 另一個人在擦牙洗臉 也不怕被人嚮傷 關上門就可以了 進來房間 就是這樣了 都很大,很舒服 尤其是床 我最喜歡就是床頭的充電器 一擺跡窗 旁邊就有個工作間 我有用來剪過兩分鐘的影片 工作完後 旁邊有個休息的corner 我覺得它挺洗心的 因為它會放些水果 在茶几上面 讓你做完事可以咬一下水果 不過那些水果 到最後一天我們都沒有碰過 你知道曼谷有這麼多好東西吃 什麼時候輪到去呢? 另外它每天都會換桶冰給我們 我想是可以加入一些飲品 它還有咖啡機 那些Capsule 旁邊的茶包 雪櫃裡面的汽水 梳打水 那些全部都免費喝喝 為什麼我會知道是免費喝喝呢? 因為我看到它有張Welcome Card 上面就有列表 有什麼是免費 什麼是要付錢的 那我當然是檢查過 我才喝吧 打開的露台也挺正的 因為露台外面就是兩張梳化仔 可以看到它很舒服 看完整個酒店園區的景觀 這裡看完整個酒店園區裡面的泳池 它有四五個泳池圍著 現在看上去就沒什麼人游泳 可能現在都差不多入客了 另外我最喜歡這間酒店 就是它一出門口 真的一出門口 對面就是CN Paragon 即是近到百合過鐵馬路就是 是CN Paragon 很久沒來 我們決定吃飯之前 先走上去 其實這裡的商場是人流很多 剛才大部分的人都是戴口罩的 但我都發覺有一兩成的人都不戴口罩 雖然我已經確診康復了 但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便宜珠 所以我自己也是戴口罩 比較安全一點 現在我就跟朋友去吃晚飯 你問那個第一餐 我朋友就說帶我吃一間好吃的泰菜 其實這間泰菜已經有很多分店 都很出名 我朋友就說 我們今天要去吃飯總店 至次來都一定要吃這一間 即是你穿過CN Center CN Discovery 然後過來Stadium One 在它附近 因為我們的酒店就在CN Paragon附近 我自己就說 不如我走過去吧 自告粉絨 所以我們今天才走過去 我朋友說平時坐Grab過來 其實都很接近 所以如果你們要過來 你們自己坐Grab 或者吃其他分店 其實我是未吃過的 我等一下吃完 告訴大家看好不好吃 今天特地就一定來吃這間總店 的確它的位置就比較在橫街窄巷 平時自己坐Grab過來都很方便 地址我會在下面info box給大家 我上網出了 原來這間Sung Bond 除了這間總店之外 還有七間分店在曼谷 連Central Road都有 所以大家不用像我一樣 特地來總店 其他分店都一樣好吃 Cupoon Club 他現在上了這個叫做 烤花茶給我 我都很自然地回到泰國 就懂得說那幾句 超廢的泰文 Cupoon Club 還有Sawadie Club 只有這麼多 原來這間Sung Bond 很難度 這個名字 健興酒家是專門吃海鮮的 我朋友已經很努力了 在這裡點他們平時的想手小菜 我都很期待 因為我沒吃過 我已經試過冬陰宮了 我想說一輩子也挺多 聞起來很辣 也不是很辣 它是偏酸的 它的後勁是多厲害 吃淡仔三小辣的人都覺得 有點辣 它的尺寸真的大隻 蝦蝦很鮮甜 我知道這個醬 它還配上苦瓜 我那個等你升熱氣 我真的生的苦瓜 就這樣吃過 很苦 原來他們流行生吃 我想吃這個咖喱蟹 我要用手吃 咖喱蟹鋼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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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大頭蝦有很大的蟹鋼 蟹腳很長 雖然沒有肉 但是很大肉 這次我點這個紅醬 很爽 我最喜歡點這個青醬 無敵 那條蟹魚超大 我猜有兩斤多重 但我只有兩條蟹 要解一下辣 白飯刀 還有咖喱加飯 咖喱真的偏甜 不是很辣 它是唯一度不辣的東西 吃不完 吃不完 我可以包底 吃不完 吃不完 這家聳光 我朋友沒有介紹錯 我覺得他們的食物很新鮮 尤其是海鮮 還有價錢應該是抵香港一半以上 應該不止 我真的打算買不買宵夜回酒店 慢慢再吃 誰知10點左右 店舖就可以生了 幸好最後買到我最愛的牛奶豬肉 全燒 吃完宵夜就睡 吃完就睡了 今天很累 明天再見 早晨了 現在是早上9點多 吃著拖就要下來吃早餐 等下吃完早餐再上去補免 因為來酒店就是要吃早餐 我到了 這裏就是半自助餐的形式 你可以點到菜單上的食物 然後再出去自助巴自己夾食 我覺得菜單上的早餐很吸引 當然多點幾副尼斯 尤其是它的蛋糕 真的做得很出色 我真的每天都要吃 外面自助巴的食物正正常常 不過不失感 我覺得它的性在就是每天都不同 偶爾也有點驚喜 不過我還是喜歡點菜單上的食物 吃多點 超級搞笑的 剛才我們吃吃早餐 超級搞笑的 剛才我們吃吃早餐 因為它突然間就給我們一個 果盤送給我們 好了 那我們不客氣了 Hello 來到今天第二天 我來到曼谷的第二天 今天早上你見到我 很頹目 很睏 吃了個酒店早餐 然後我回到酒店房 睡了一會兒 然後我就整裝待發 你看我現在已經非常精神 準備再出發 今天我和朋友的 agenda 就是no agenda 我們打算去旁邊的商場 因為我們的酒店附近 就近幾個大型的商場 好像CM Paragon 或者CM Center 我們打算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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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大家發覺我升級了我的拍片儀器 這個就是我的新收音咪 我現在就算在戶外都已經收得很好 這個是我的朋友買給我的 多謝我的朋友 不過今天星期日 整個商場都很多人 四周都是人 我這個香港人來到這裡 我也覺得多人 很多朋友知道我來曼谷 他們其實開始是非常擔心的 因為之前發生這個 可能是綁架事件 他們都說 小心啊 你不要被別人活摘這個器官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很擔心 因為首先我是來曼谷 還有我不是去緬甸、柬埔寨的求職 我來旅行而已 還有一些人說 就算在泰國發生 都是鄰近緬甸、柬埔寨邊境 微索的城市 就是泰北那邊 我是來曼谷 我就不太擔心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我在這裡是很安全 100多隻 對呀 現在我對4.7 100多分了 這件 OK嗎 Cupwork up Thank you Cupwor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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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後回來 其實感覺都是一樣 不過別人都戴口罩 其實不是每個人 大概七八成 不過現在好像 開始看到人流回來了 大家變回好像疫情之前的感覺 變得熱鬧了 我也覺得很開心 希望慢慢一切都變回正常 Cupwork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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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after you 其實小弟我未吃過after you 就算他開到來香港也好 所以襯到我們現在走得很累 我們要找個地方坐下 那我就拿了票了 我覺得排隊真的不是很久 因為他之前有說到 排隊整個小時 我猜他現在的分店 這個after you 越來越多 在泰國 其實我們剛才等了十分鐘 但等這兩個刨冰 真的等了十五分鐘以上 他有落單的時候 都跟我們說 其實都要等十五分鐘 他這裏有小的 所以我和朋友 因為兩個沒理由叫大 我們不如試多兩個口味 我們就點了兩個小的口味 我們就點了兩個小的口味 我們就點了兩個最標準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叫做 芒果糯米飯刨冰 跟網上看到的一樣 樣子都很漂亮 笑女心爆發 那我現在就試試味 那兩隻醬汁 就是Original的 很香甜 它上面是一些綿綿丁的問題 而且吃到中間 下面就是那個糯米飯 好 接著我先淋一些醬汁 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一些椰汁 這樣子的問題 噢 它還有一些芒果的醬汁 再給你淋下去 讓你鹽不夠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本身的 刨冰已經非常之夠味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大家那麼喜歡吃這個 芒果糯米飯刨冰 很好味 如果你喜歡吃芒果糯米飯 這個就是 很成功把這個 刨冰Fusion這個 芒果糯米飯 我覺得 真的很好味 好 接著我們試這個 就是泰式奶茶味 很漂亮的 上面就有一些 好像是烤焗的杏仁片 也有一瓶泰式奶茶的糖漿 是給你的 一般的泰式奶茶 我們會覺得有點甜 但它這個的泰式奶茶 口味又不是很甜 它有巧妙 放了很多白麵包下面 然後它就吸收了泰式奶茶 口感也挺特別 但我喜歡那個芒果糯米飯 多一點 嘩 哇 走出來 是 迫斯 很久沒見的迫斯 還健在 三年沒來 哈哈 我們現在走到累了 現在決定 去吃個不知道 dinner還是下午茶 現在其實都是四點而已 都是這樣 走到累了 我們就去吃吃東西了 我朋友說有間很棒的打火鍋 下午四點二十分 我們打火鍋 因為我走到累了 不過我現在年紀大了 真的走過來兩小時 接著就要找個地方 坐一下吃吃吃 我們來了這一間 在Food Court那一層 叫做AMK Restaurant 我發現我吃過都不錯 不過這裡就是自助點餐 吃完東西就出完瓶了 現在我們就回到手店 設定一下 就攤頭一下幾個小時 今晚我們就決定再出去夜市 然後再吃個 攤頭了一會兒 我們現在又出發了 現在我們就坐Grab過去 就叫做Job Fair Night Market 現在我們在門口 我們要上去 好像這裡搭過去 大概就四十元港幣左右 現在我們上車了 我身後就是Job Fair Night Market 在酒店上車 即是CN Paragon那裡 大概15分鐘就到了 聽說這個Job Fair夜市 就是去年火車頭夜市 他們結束了之後 然後有些人就過來這邊開 是同一命物來的 港上的人都大推 要過來這邊 無論是吃東西還是買乾貨 都可以過來的 所以我現在都很急不及待 在這個Job Fair夜市 是不是這麼Fair 我一起進去看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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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看已經好多人了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星期日 超級多人 我想有遊客 有些是他們本地人 自己都會過來的 而且你真的開始感覺到 它開始復蘇了 哇 這裡很大 一大片Area 大家可以買了東西 然後還在這裡吃 怎麼走呢 我看到現在這裡 有十行八行 所以我們逐行走 逐行走 看到什麼就掃什麼 我們都要買點東西吃 那它每一行的前半段 就是一些乾貨區 就專賣一些三副鞋襪 雜貨 價錢都挺低的 衣服你看到百多二百匹 都有交易的 而每一行的後半段 就是野食區 這裡超多野食 好正啊 簡直是我的天堂 我又可以瘋狂掃街了 好開心啊 有空夜市了 好興奮啊 很多東西買很多東西吃 選擇困難症的人 來這裡 好辛苦 不過它這裡是 野食和乾濕貨 是並存的 好了 走上一堆野食 然後就是乾濕貨 超多三副鞋襪 超划 超划 百多二百元有交易 我不想跟人有身體接觸 但是這裡真的很多人很擠 你看我後面 有多多人 現在已經出汗了 我們走了幾行 這個很漂亮 多錢啊 貴啊 OK啊 這件 即60元 我喜歡這件 我喜歡 這件說250元 即是大概60多元港幣 也挺漂亮 剛剛那些商場來到這裡就很便宜 OK 謝謝 買了椰子寶丁 35元 是大概100元港幣 謝謝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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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香蕉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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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在第一行,我們看到200元,250元就很划算了 這裡還要84元 是84元,很划算了,只剩下30元一件 其實還不錯的 衣服很差的 這件都很漂亮 裡面那幾行其實是越划算了 買了兩件,35元港幣一件 終於來到最後一行 最後這一行是最寬的 至少有兩三個身位,你看到我終於不用跟人家磨擦身體了 我終於聽到一個香港人了 其實真的很難得我從今早去行商場到現在很少碰到香港人 我估計是沒有三年前來,每走兩步就碰到香港人這麼高的概路 我相信0加3之後,就會慢慢多香港人來泰國旅行 但真的很難得我來泰國,很少碰到香港人 好,我們走完這個叫做Job Fair Night Market 已經出汗了 滿了而歸 所以這個Job Fair Night Market我覺得這個名字 和它的實質都真的挺fair 賣東西吃飲飲的應有盡有 如果你們想過來的話,直接搭Grad Love 過來說Job Fair Night Market就可以了 不過就預料了很多人 而且你預料了就像我一樣 濕透了 好了,我們現在要叫Grad Love回酒店開餐了 終於開餐了 不如大家看著我吃東西做一個總結 如果大家都喜歡今集曼谷之旅的Vlog 記得CLS給點鼓勵我,讓我快點剪下集出來 未訂閱的都快點訂閱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集的曼谷喪食之旅再見啦